近日 郭东林老师在视频情台晒出视频 视频中 郭东林老师说 如果跟葛优 徐章一起去吃饭 是到最后发现菜中有一根头发 这个官司是不是准赢 结果网友评论说不一定 如果饭店老板是陈佩斯 乐佳琪的菜 大厨是孟非 张卫茜端上来的 这你找谁说理去 最后发现是包贝尔买的菜 菜是周小欧种的 全是光头 头发哪来的 再加上这么长的头发 如果是郭嫂喜的衣服 律师是罗翔 估计最后能把自己送进去 自从2017年以小品取钱而被告后 虽然多次澄清 但还是有不少不明真相的人 坚信自己听到过的是所谓的事实 此后郭东林也开始从电视 转换到了短视频平台上来了 如今的郭东林虽然很少在大舞台上进行表演了 但却在短视频平台上活跃着 所更新的内容和他演过的小品一样 往往都是讲述家长里短及毛蒜皮之事 风格一如既往的接地气 很搞笑 如今郭东林在短视频平台拥有2500多万的粉丝 如今的郭东林依旧用另一种媒介来逗笑世人 无论媒介传播的形式怎么变化 几句的本质和内涵是不会改变的 当年的锅子还是那个锅子 唯一改变的是时代的高速发展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许可,不得翻唱或讨论